大家好 欢迎回到来《望向编辑部》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1年3月4日星期四的晚上时间 今晚也要继续跟大马sir一起做这节目 为什么呢 今天这件事真的相当精彩 先介绍了 有我许刘生 还有我们的马来西亚全能战士大马sir 马来金 各位网友好 请大家赞我们这段视频 留下言最重要是订阅《望向编辑部》 《正向报洒冷气》三个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点赞 不知道有多少网友 现在这一刻都是晚上深夜时份 做完这一节就立即听了 刚好他们宣布的时候 我和大马sir都要去聘经济 就去做事 一边做事 一边都要留意着这件事态的发展 究竟是怎样的 整晚都弄到我们两个都哆哆乱的 就是做事有点不太集中 不过不要紧 我们都是的 是其是非其非 要做好自己岗位的事 我们会做好它 今天这件事我们较早时间 已经录了一节特法 律政司方面的人马 哇 真是相当精彩 做足他们的本份 现在呢 今天这帮友 四十七友 可谓叫做 来回地狱 又折返人间之后 就再折返回地狱 今晚呢 他们真是呢 正正式式呢 入主这个叫做 拘押所了 是吧 嗯 他们今次呢 入这个拘押所呢 我不知道他们本身呢 有没有这个叫做 心理准备呢 我们可能也太关注呢 今天呢 他们在 准备宣布保释那个问题的时候呢 外面液液液 其实我们很担心的 会不会有些黑暴在那里使用武力 我一点都不担心 反而 我一点都不担心 如果你是担心的话 你第一日就 如果是气势如虹最盛的一刻 就是那时候开始了 哦 因为我看到今天因为有一些遮掩 有一些遮掩送来 我有一点点担心 想起当时黑暴时候的那些画面 可以再回一回去了 他们今天这一堂事呢 应该说保释那个问题 所谓复核上诉保释的问题 就是律政司方面提出这个要求 他们要多谢呢 应该要多谢肥佬礼 我叫做创了先河 大家呢 其实是不是创了先河呢 只不过呢 他是一个先例 用这样的形式 因为他已经去叫做复核过 或者上诉过这一件事呢 究竟是不是保释呢 或者是不是公不公平呢 或者会不会有漏洞呢 其实已经说过了 那你们为何可以这么快 但是裁判官都直接说,那就可以了,快点,快点,快点,那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了,那就可以了,一边坐就一边等,那个上诉,那个上诉复核 那就可以恭喜他们了,是不是多谢肥佬黎呢? 嗯,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这么激动,其实肥佬黎那时候又不见你们呼天抢地 人多吧?人多啊?他老啊,但是,是吧? 嗯,在他们,就是,你这帮支持者心目中的地位不一样,只能够这么说 是,还有啦,始终肥佬黎呢,累了他们这个风骨投资,令他亏了很多 是否容易得他呢?快点继续去坐,那我们讲一下为什么来回地狱 又会截反人间了,好吗?好 好,保卫一下我们今天呢,截数里面呢,未完全全讲完的东西 当然啦,他们后来呢,就上回这个叫做法庭啦 那差不多接近8点的时候呢,总裁判官,我们较早前,大家都知道了 有15个呢,就说可以叫做保释的,那么听到那些名字呢 哇,我最,我立刻着着着地呢,就看到那个杨雪盈啊 竟然呢,给他呢,有机会逃,别让杨雪盈跑掉啊 那时候我都在想着这件事情 还有,如果黄碧云呢,他都跑掉会怎样呢? 那我见到国家旗都跑掉啊,那我见到这儿我都觉得 不过不要紧要啦,我们都是那句,尊重法庭的盘决的 也都看回了,为什么呢?他们以为,哦,在地狱 接反到人间了,被告那些保释,就是说可以保释的家属 即刻互相拥抱啦,轻轻拥抱啊,或者互相紧握着大家的手啊 以示鼓励,YES!那只,不是YES UA啊,不是那个广告啊 但是呢,不能够获得保释的被告家属那些人呢 那些人呢,就是头发的样子,非常难过啦 本来呢,宣布了他们保释条件是怎样的 那么,社长那节呢,他们没有重复 不过呢,我觉得呢,之后呢,可以来探讨一下的 会不会成为一个基准呢,或者那个标准 究竟在哪里呢,为什么会落墨,会在这个位呢 例如他们的保释金呢,咦,原来原来这样分啊 那当然啦,那当然越夸张,或者越危机感越大 还有可能他们的江湖地位,或者甚至有钱的那些呢 就会要给多些不同的叫做保释金啦,或者给多些啦 哇,那就相当夸张啦,去到这个时候啦 刚才啊,社长那一节都说了的啦 因为用回一些条例啦,那就立刻提出这个福克申请啦 啊,那就好了啦 哇,那立刻说,将他们继续还压之后呢 哇,整班呢,简直就崩溃啦 是啊 我们之前节目那个讲过呢 就说那个叫丕志肆啦 那个黑社工呢,的养母呢 之前那几天呢,已经说在法院门外呢陪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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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 那样想见到他送车嘛 哇,这些真是真的啦,ugene 立刻情绪崩溃,立刻撲出去,发展停车上尖叫 有些家属立刻爆哭,哭到什么 因为听到又截反地獄,由人家截反地獄 最糟糕就是这样,如果你一开始听到说不准保释 你的失望是一下,但是如果你听到原本可以的 后来因为上诉的原因,都是要还压你 心情一刻跌落谷底,很难不崩溃 真的太夸张,还有有些家属那些 真正正正的说要用到救护车 有一部分,情上又好,出来又好,崩溃了 是要救护车,车走他们,相当重要 我们说回吕志恒的养母,不满律政司就住保释提出这个覆核 说你扼杀异己的声音啊,做坏人会有报应啊,很心痛啊 然后说,是我一手养大恒仔的,他是良好青年啊,我以去为荣啊 乖乖嘲吵又说这些 做坏人会有报应啊,你是很心痛啊 我也觉得很心痛啊,坏人呢,令到那么多人受了伤害呢 最恐怖的一件事就是,你们不自己做坏人啊 你还说他们是好人啊,是不是呢 你劝了那么多人出来,可以说叫线,线了那么多人出来做黑暴啊 或者觉得什么五一,什么诉求啊,这些这样 喂,哪一个是坏人啊,究竟是完全全是一个坏人啊 还是究竟是怎样呢,我只可以说他是做了一些不对的事 OK 就是他到底本质是不是这么坏呢 这就是一件事,我不是认识他的人 所以我只可以凭着他现在所做的事 尤其是那些什么光时啊,那些这样那样啊 那当然了,庭内那些就乖乖的了,不能说那么多了 真是要去面对,要去这个拘押啦 那在外面那些当然可以说到很夸张啦 说到很瘋啊,很激啊,还可以啦 例如这个呢,吴文远,他说过去这个礼拜啊 家属呢,每天都用提心跳胆的心情去面对啊 还说是耳垒洗面啊 对于律政司呢,这个司法复核的保释这方面呢 他说他是战种啊,他说我一手掃走了15个被告家属的希望啊 他说希望高任法院呢,会批准保释啦 我想你的保释应该动个兵的啊 继续再说那些什么仇语因啊,又说什么心情复杂啊 又说什么,没有办法想象到啊 昔日的战友呢,当时一起付出 现在呢,我在这里呢,没有东西可以做得到啊 跟着又说完这些废话啦 只要一丝希望啊,那就可以继续坚持到底啊 你怎么坚持啊,这帮人 我最恨呢,就是你到这个时候呢,还讲大话 喂,你还没醒啊,五大... 喂,最喊得最行,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的人呢 就是这一帮这样的静棍,叫你去出来 例如那些什么,撤回暴动定性 这一句真是骗到很多人出来的 真是骗到的,非常之糟糕 跟你说,叫一齐去叫一齐去冲 要逼政府撤回暴动定性 那这帮人啊,自己都搞不定自己啊 是吧,什么什么一色上传抗争到底啊 又什么成那些啊,完全是废话来的 就是,到他们自己要上庭的时候呢 又在说什么故事啊,又说什么啊 那有一段呢,其实在今天呢 法庭里面呢,裁判官他说了一句都挺搞笑的 我觉得,对于呢,这一些友仔 就是说什么求情理由啊,嘟嘟嘟嘟嘟的时候呢 他说了一句,我听到很多令人动容的故事 即使呢,觉得你这些是全部都是作故事啊 是吧,如果他说,听到你们很多人的故事 那会好些啊,咦,为什么说你们是故事啊 我都觉得挺好笑的,笑死我 没办法了,讲一讲一讲一讲,应该讲真话嘛 所以他讲了真话真话就变成这样了 那继续讲了,岑奥辉啊,他老婆呢 就说,多谢声援的人士呢,和被告的家属啊 他说自己都有心理准备的 我看到,即是他继续讲了,又说什么什么严苛啊 又说什么不满的家属呢,不能够去到值间那里旁听啊 只可以透过萤幕看他老公啊,又说什么资讯不通啊 那我今天呢,又见到一张相呢,挺搞笑的,挺有花边的新闻可以说的 就是呢,这个叫做陈浩环啊 那张相都挺过瘾的 好过瘾啊,一只手呢,相当知识得照顾嫂子啊 见到她都笑得很开心啊,虽然口罩遮着她啊 一只手呢,就拖着长毛的娇妻啊 另一只手呢,就拖着呢,好像不是拖着呢 拖着呢,拖着呢,拖着呢 拖着,岑奥辉呢,的老婆 余思朗啊,余思朗啊 余思朗啊,再旁边,她是化行装啊 她,花都带了大眼仔啊,为什么知道 明显知道呢,今天呢,有得上镜啊 那再旁边呢 有主播的嘛,有这个sense的 是啊,就是知道自己要上镜啊,还是怎么样 再旁边那个呢,灰神的那位呢 你看她的造型呢,就是有... 完全,虽然遮着了嘴啊 但是呢,完全看得出呢,是跟朱凯迪呢,有夫妻相 那个皮肤有少少幼黑的 那不用怕,陈浩环呢,会帮大家 好好照顾这三位啊,嫂子的 那大家呢,他们三位啦 长毛啦,朱凯迪啦,和岑奥辉呢 就不用怕啦,有这个 Vigo Chan,陈浩环呢 哇,帮你好好跟他们 聊聊聊,whatsapp,whatsapp 哎呀,尤其是长毛的老婆啦,是不是 哇,厉害呀 跟他最熟啦 是,没错啦 文震和社记 嗯,那就对了 陈浩辉的都熟的,大家都这么一年多 玩得了啦 应该没跟他玩哦 如果不是,另外一个 陈子杰会生气的哦 是啊,那就不要紧要,总之呢 记住,好好照顾着阿嫂 好,几个阿嫂都要一起照顾一下,好好照顾照顾 嗯,再补充回啦,今天呢 所谓,讲了什么,地狱又接反人间 人间再接反地狱的时候啦,好吗 嗯,还有哦,那个什么郑达红呢 之前呢,已经脱离了公民党的那个呢 我看他呢,那个要十万元的现金保息啦 哇,他要去到一百万的人事担保哦 哇,这傢伙本身好巴斯币,好架势堂啊 要去到一百万的呢 就是,你对比起呢 深水埗,何启明,右鸣,九市民呢 他只需要三万元现金,加十万元人事担保就可以了哦 是不是看我不起呢? 是啊,看你不起,看得你不起 如果跟你说要多些,你是不是给不到出来,是吧 应该,如果这一刻,他们集合一起众筹应该都OK的 嗯,众筹,那个郑达红呢,已经脱离了 脱离了那个,那帮公民党了 所以应该没什么水,这个挺奇怪的 那么继续说回,哇,很厉害了 有些又说什么,赶尽杀绝啊 又说这个还是怎样啊,又说很夸张啊 这个抽水怪啊,阮民安啊 去到最后的这一天呢 哦? 就走出来,拿回个美彩啊 立刻呢,离开法院的时候 那这个结局呢,大家都不是很愿意接受的 看到很多家属在这里很伤心 喂,你这个乞业,你那个Facebook写什么啊? 最顶顶的那张图呢,就拍了一大群黑暴的人 那他自己举起的中字呢 冥冥而死啊 嗯 喂,没有啦? 这样走的啦? 明了嘛 明了嘛 明了啦,我先走了嘛 静命而死啊 哇,这么厉害啊 说到呢,愿意抛头颅耍耍热去 哦,就来拍两张照片啊 说两句啊 扮成好像很激动啊 那些还是怎样的 哦,就走去 哦,好惹啊你真是 那那个呂志恒的仰母呢 哇,原来相当之心黄友来哦 那我见他呢,叮叮叮叮叮叮的那些 那些装饰啊,全部都是黑暴的那些 呃,什么 香港领领的那边的加油啊 那些东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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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厉害啊 听到那个 这个仰子呢 要继续还压了 立刻啊 要压杀了所有啊 他们觉得不合听的声音啊 他们觉得这些声音是非常正义的声音啊 香港呢,是很需要这些正义的声音的 你都瘋了的 你到这个时候你都没醒啊 你不是真的 你不是真的觉得可以争取到什么叫五大诉求啊 吗 撤回暴动定声 怎么撤 真的不知道怎么撤回你啊 我回答你了 真的回答不了 一听都知道这些欺骗人的啦 现在呢 即是呢 常是骗你们去 什么 相争普选啊 那些还是怎么样呢 什么争取民主自由啊 那些为民主而戰啊 那些还是怎么样呢 那些还是怎么样呢 完全这些人呢 他们就是叫别人太多了 进了去后呢 又叫人家什么支援啊 我们会支持你的啊 会找人来看你,探监司,那这就你自己试一下,你崩什么溃 不用崩溃,他们叫太多人来这些地方,太多人出来了,现在自己收回 哇,很厉害,还有一些在场厅的人士崩溃到什么 一边大叫一边,哇,跑出法院,哇,这么厉害,我想这些真的是真家属来的 各位写一下,写一下留言,讲一下,我见到这个叫做杨岳桥 就是例如这些这样的人,要去蹲拘押所,我见到都觉得心良 还有就是这个毛孟静,因为毛孟静他开了很多次 因为他当时是这个民主派的发言人 经常说很多很多说话,什么不切割,不睹灰,不批评 就说要什么守护,什么年轻人,还是怎么样 很假的,在立法会员叫别人不要冲,但是不知多想别人冲 然后有什么想着妈妈,你一边就说,我不应该拘捕这些人 说他们会这样那样的,另一边伤,你估吹这些人继续抗争 和勇合一,这个勇武抗争,你们都不反对这些人 其实某种程度上,你还要和这些人抱着一堆的话 那就是支持这些人这样做 但是很假的,叫别人想想妈妈 所以你就冲进去,那现在你就自己有仇下 王孟静好像没有说什么儿子,那些回来赶着见他一面 是哦,真的没有拍到 在做科学家,还没明白什么事 这些可能都自身于事外 还有今天外面全日有一句 我觉得越喊越好笑 释放义士,还我公义 那些人不是义士,是没有义气的 没有义气之事就有份 是没有义气的这些人 那我们今节暂时来这里先 那些人就好好进去坐下 遲些复核的时候才再说 现在看走势似乎就是在外面那些,哇,正啊 即食物链到最后的时候 大鱼吃小鱼 大大鱼就吃大鱼,大大大鱼就吃大大鱼 不是那么多忙不了,忙不了才跳上去吃水果 这些都是鱼吃鱼 现在外面,刚才我们都说了,哇,吴文远那些 哇,这还不是我的世界 I am king of the world 还有梁家杰等那些,应该会 来着呢,我不知道啦,虽然会不会离开了他们自己的公民党 但是都会继续为这帮人出声 因为呢,现在说得激呢,你就可以吸到这一帮 所谓对着他们呼天抢地的人呢 的支持也好,还是怎样也好 这次呢,我们来到这里先了,多谢大家 记住哦,一起留言啦,多谢大家先,拜拜 拜拜 拜拜